大學生了沒 就是說她在講 她另外一半的不好 哪裡對她不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姐妹在跟你講另外一半不好的時候 她只是抒發 她可能會有一點誇大 而且帶著有情緒 可是我就會有一點不佳思考 就跟著一起 畢分填膺的就是幫忙罵 甚至就是會很懷恨在心 對那個男的 就很不喜歡他 後來她跟他和好之後 反而變得我 妳在氣死很倒楣 對 然後就是會比較衰一點 可是我們不會真的有實際的心動 去真的可能打電話罵那個人或幹嘛 因為我覺得 其實男女吵架就是 很容易就是吵一吵 可是那時是女孩子一時的情緒 然後一下子被安撫好以後 她會好到比以前更好 所以妳只能只要 真的只要在當下陪她講講話 然後陪她幫忙罵一下 然後她可能就好過了 但是不用真的去幫她搶豬頭 對 不用太衝動 因為真的是別人感情的事情 妳不要去介入她 因為那個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所以那妳們三個人 會不會真的就是說 都不要講說 是不是要出頭這麼有行動 就講比如說假設 Nana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Ella跟Hippie 看出這個男生 有一點點缺點的時候 而且這缺點可能會 就是不太好 那妳們會告訴她嗎 會 可是會先講一次 就是探探她的 勸勸她這樣子 就是先講她的 看她的同種 對 她有沒有感覺 如果她就是很強力的辯駁 說怎麼可能 然後什麼的 那就會覺得 那有點吃力不逃 那就先不要講好了 所以如果在外面看到 譬如說看到她的男朋友 跟別人正在牽手 妳們會跟她講嗎 一定會 我們有討論過這問題 好像會耶 我們好像會 在結婚以前一定會講 結婚後的就不講 結婚後的反正不講 結婚後有一個同事 講很有道理 他會找 就假設我結婚 他會找我老公講 他會先去找我老公講 而不是真的不是先的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結婚 如果有小孩 可能那事情又更嚴重了 就不能像只是單純男女交往 我覺得試探很重要 試探真的 不要就好像大累的覺得說 我們感情那麼好 我講沒關係 有關係 像有以前我們真的試探過 就是 反正就是已經是結婚的 然後就是有 其中一個姐妹看到了 然後大家就利用打牌的時候 就講說 就故意 譬如說是她的 那我們就說 如果妳的老公怎樣 要不要我告訴妳啊這樣 然後 明明是她要回答嘛 結果這個人就突然跳出來說 如果是我 我不想聽 然後我們大家這樣 好…打三百 一百嘛 她很清楚 就是她已經那個講清楚了 對 搞不好她已經有聽過了 或只不過是 對 所以就是試探一下 因為有時候雖然感情好 但不見得一定要去拆穿一些事情 對 好 這妳都不想面對對不對 接下來NICO要介紹的團體是 難以聽進行的 就是像可能我的臉 不肖看起來像人家欠我50萬 但是我的朋友們看起來 是像欠她500萬 所以我們湊在一起 就是走在路上或出去玩啊 都沒有人敢動 妳剛剛是把自己先撇清嗎 妳只有什麼 把自己撇開 然後說我的朋友 比較難以親近這樣 因為我的朋友真的就是看起來都 NICO妳先不要笑 我們看妳的臉大概像人家 五千萬 對…差不多五千 養動房子 是…是難以親近 對啊 然後如果就是像出去玩 或是去走在路上 就比較不會有人過來 趕過來跟我們說話 或是去夜店唱歌 比較不會有人跟我們搭訕什麼的 對啊 然後像我們團體的特點就是 因為我們算是比較早出社會工作 就是所以工作閱歷比較多 然後打扮比較成熟 所以就是人家看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很難親近 對啊 拒絕進入你們團體的… 就是因為可能我們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個小團體喜歡的東西 是一樣的 然後如果說像我們喜歡打扮 我們可能喜歡化妝或是什麼 如果不喜歡打扮的人就加入我們的話 他就沒有跟我們同樣的話題 對 但是呢 針對像你們這樣子的驕傲團呢 其實呢 是有難大聲控訴的喔 在這邊 來 首先第一個 簡訊情話大公開 妳知道 妳知他知好不爽啊 來 那我的 Alex 我追我女朋友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真的很不敢講 我愛妳這三個字 所以我又傳簡訊給他 我又傳說愛真的需要勇氣 結果隔一天去學校 她的姊妹就過來拍我 然後說 愛真的需要勇氣啊 好煩喔 完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蘿莉塔為什麼笑那麼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句話好慫 蘿莉塔在家裡聽過什麼 蘿莉塔要勇氣 是不是 喔 那這怎麼辦 那就聊不下去了啊 對啊 可是後來有在一起 所以就慢慢變好了 才知道他們不是那樣的人啊 但我們的團體也是會這樣耶 就是譬如說姐妹 有個曖昧對象 我們都會知道啊 然後就可能看到那個曖昧對象 說 妳最近 妳是不是跟我的馬子 就是我的好朋友 就說妳跟我的馬子 是不是在一起啊什麼的 對啊 可是這樣不會壞事嗎 就萬一還沒有在一起 還好耶 他們只會害羞 因為通常他在追我朋友嘛 所以他只會害羞 他不敢生氣啊 可是你看 剛剛Ken哥有偷偷講 他說這樣很有壓力耶 這樣會有壓力 追這樣子的團體裡面 女生 男生壓力很大 對啊 真的 也許他們只是想要就是 好好玩 玩一玩 不是 二對一 不是 就一對一 對啊 他不想要一對多 可是我們都一定 女生都會吧 比如說妳跟我朋友 好朋友在一起 我會說妳不要欺負她 妳欺負她妳就試試看 一定會不會多少 開玩笑的講這種話啦 會啦 對啊 可是我覺得女孩子會這樣講 比如說如果今天我的好朋友 可能是Nana 然後跟誰在曖昧 然後我看到那個男的說 不錯喔 最近 加油喔 加油 可是其實我的立場是說 沒關係啊 你們可以放心交往 我們這些姐妹都會保護你們 照著你們那種感覺 沒錯 也要讓男生我覺得不要這樣 不然會怕 壓力太大 不是 因為簡訊有的時候 這是我們給她的心意啊 結果大家都知道就有點害羞 對 你一次都發多人 不是 我換你給多人 謝謝 她有家照片 自信摧毀不留情 樸實被說是丐幫 歐一哥 歐一哥 就是我們學校也有這樣的女生啊 然後那些女生就是家境都很好 很有錢 然後上下課都是 有專門的司機黑頭轎車接送 然後那這樣的女生團體 那幾個女生就會特別在一起 那在一起之後 那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會很難接觸 很難高攀 我有一個朋友她就是 喜歡裡面其中一個女生 有一天她好不容易 就想要過去跟女生搭訕 結果她一過去跟她搭訕 她那天也沒有特別打扮 就穿了簡單的T恤 牛仔褲這樣子而已 結果一跟女生講話 女生馬上就用 有點鄙視的眼光在看她 然後就看一下之後就走了 那我就覺得奇怪有必要這樣子嗎 對 就會比較怕的感覺 我也跟你講 就是一種所謂的同儕壓力 同儕 同儕壓力嘛 那你們會討厭女生給這種壓力 我們才討厭男生給她同儕那種 老婆一打來就回家喔 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 其實如果是真的很好的朋友 不要去給這種壓力 對 對不對 你們也不應該講說 這個行不行啊 是丐幫嗎 第三個就更過分了 其實第三個 身無分文別追她 沒有車子拔個 屁啊 這就是納豆買車的原因 好…大爺… 這個其實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頭長在… 不是 頭長在眼睛 頭長在眼睛 打眼睛 打在頭頂上 然後他們只看了劍 跟101一樣高的那個金錢 就像她講 因為他們比較找出社會 所以他們歷練也會比較豐富 所以會比較需要這些東西 來幫助他們這樣子 其實男生最怕的女子團體 會不會就是菜菜這種咧 是哪一種呢 上面是寫三姑六婆 我的天啊 等一下我要解釋 其實不是三姑六婆 因為我們都會占卜 包括我身旁兩個姐妹她說 都會占卜 所以我們的八卦蒐集站 就非常的快 你們那太恐怖了 無所遁形 可是我們不會特別講出去啊 雖然大家說三姑六婆 是不敬意的說出去 沒有 可是妳的事他們知道 唉唷 唉唷